前从头马英九宣布呢 在4月1号的时候就即将再度的访问中国大陆 不过呢 根据消息传出 有可能会来进行马锡二会 不过这时间点呢 就落在520的前夕 也被外界认为了 就是要企图来影响赖金德的就职大典 而对此呢 今天民党委员们都相当关心 而今天外交国防委员会 也特别邀请了外交部来做报告配询 带您一块来了解 他讲的这个九二共识 是不是习近平说的那一个 只有一中 而且没有个表 只有那个中华人民各红格的一中 因为他说他在选前讲的 要相信习近平 等于习近平说的话就算 中华民国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那我们来看看对岸是不是民主 对岸是不是尊重人权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可以听到外交部次长田中光 是再次宣示了中华民国的主权 而另外呢包含了行政院长陈建仁 他也是建议马英左 如果届时见到了习近平 应该要来正式的来宣示主权 不过马办确实是回应说 不可能来宣传台独主张 不过对于马英左再度访问中国大陆 国民党委员倒是乐见其成 带您一块来关心 一种各表主权方面 这个互不承认 治权方面互不否认 这就是一种各表的最奥秘的精髓 不过对于是否会真的来举行马协二会 马办低调表示一切行程都还在安排当中 届时如果有确定的话 会再跟外界来做报告 不过因为这时间点 真的就落在520前夕 也难免引发外界联想